Hell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海芬 現在三景倉庫的一樓有VR的展覽 今天我們也會透過VR 來介紹三景建築特別的設計元素 我先來去瞧瞧它有多逼真 請問有人嗎 這是相機嗎 怎麼還有這種復古的相機 那我就拍個照哦 哇 戴著VR的頭盔跟耳機 就像真的來到三景倉庫建造當時的環境 不過這裡會不定期更換展覽 如果想要體驗看看就要抓緊腳步囉 對了 等一下我也會邀請修復三景倉庫的福建築師 來介紹過去三景的特色 一起來聽聽吧 過去日治時期是三景物產荒唐蟑螂的地方 那你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它的這些建築的技法嗎 沒問題啊 它的一樓齊樓是三連拱的圓拱 然後上面是承重磐牆 到最上面做了一個半圓形的山坊 有它山景的logo 那這個窗子上面的都是拱形的 哇 那它裡面的這些磚的擺放方法 怎麼都不太一樣哦 其實大體是一樣 都是水平的嘛 它基本上是平氣 但是在開口的地方 它會做成半圓形 這樣開口才會穩固 好厲害哦 那我們可以去現在的三景倉庫看看嗎 我們現在就在現在的三景倉庫了 啊 我都忘記我帶了VR的裝置了 那我們快把它拿下來去現在的三景倉庫吧 雖然VR裡的環境只是透過舊照片來模擬 不是百分之百仿真 但是還是很值得來體驗 因為除了VR之外 還可以親眼看到三景倉庫的特色 最特別的是 建築師還把山牆的原貌保留在一樓的門口 這個山牆 我們是整個切下來 移到這裡來保存的 上面那個 仿做它 因為當初我們原來的計畫是要回到原來 但是因為它的連結的灰漿 已經老化了 所以怕換回去不安全 沒有經過補強恐怕有困難 太酷了 你看原來這個三景的logo 都還可以看到原來的痕跡出現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到二樓去看看嗎 現在它有藝紋空間 有展示空間 那上面看到的這些梁駐呢 原來那個舊的三景倉庫 因為長久沒有用 它整個是攤下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 一些人扣合它們 它可以把屋頂撐起來 哇 這麼厲害 就完全的複製 我們要不要去走走逛逛 好 謝謝 那我剛剛有一點疑問耶 既然把這個三景倉庫翻修得這麼漂亮 那故意弄這幾塊 阿布谷是要怎樣 它是原來的窗戶 切割魚製到現在的位置 是喔 所以它原來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你們就是要讓大家看到 它原來的窗框長這樣 整塊切下來讓大家看到 這樣就有完整的歷史的感覺 太好了 那我們要不要走一圈 好 我們360度來看一下三景倉庫 好的 行 光看現在三景倉庫風光的樣子 很難想像它是從毀損非常嚴重的狀態之中 一磚一瓦異地重建的 修復團隊力求每個細節都依照原貌 盡可能保留原建築物的磚瓦 木料 為的就是重現往日風華 成功修復的三景倉庫 現在不僅以VR虛擬實境方式展出體驗 也以記憶倉庫的角色扮演台北西區 文化資產群的前導資訊站 希望大家都能來感受這個地方的歷史 同時在這麼好的空間了解台北的文化